10月28月消息,西班牙媒体马卡报采访了黄马主帅洛佩特级的父亲,询问了一下他关于黄马境况的看法,洛帅的老父亲,也是忍着心酸的为儿子辩解。 他认为,C罗的离开,黄马就像被抢走了50力进球一样,但黄马却没能寻找C罗的替代者,洛佩特级只能依靠家里现成的东西过活,当球队战绩不佳时,人们往往将罪责迁怒到主帅头上,但真不能怪他洛佩特级。 虽然黄马通过周中的欧贯,结束了各项赛事连续无畅不胜的尴尬,但球队的状态仍然难以让人满意。 伴伴西甲,他们又要做个诺堪普挑战巴萨,会想念曾经大杀四方的C罗也是难免,而C罗呢?如今在一甲昏的风生水起,尤文图斯新赛季还没有败过呢。 而C罗也在市场联赛中,收获了七粒进球和四个助攻,单人独造十一球风骚依旧,尤其是昨晚对郑伦伯利的比赛,以世界国逆转对手拯救球队,全是何为超级巨星,一拍两发后,真的是你若安好,便是晴天霹雳,在赛季出的时候,黄马的状态还是不错的。 伴伴西甲,本泽马等连续破门,效率都很高,那时候没有想念,已经离队的C罗,可是巴萨民宿小罗曾经说过,C罗离开所造成的影响,会随着赛季的深入而逐渐显现出来,尤其是打印章的时候,一语成诚,还没等到对战强敌,黄马就已经露出了比赛,这让主席弗洛蒂诺,主,帅洛佩特级,前锋贝尔, 本泽马,阿森西奥,玛利亚诺等人,都被改压力,黄马全队友的口径是C罗离开了,黄马变得更团结了,更强大了,每一战的对手们也在疯狂毒奶,认为黄马没有了C罗,仍然是一支顶级强队,这种话说得多了,听得多了,连自己都被骗了。 随着黄马陷入困境,另一种声音见多,一支球队失去他的头牌,凭空被砍掉50球,还会变得更强大,这显然是无法理解的一件事情,不是吗? 这一场没有C罗,梅西的国家德比,也被认为是洛佩特级和巴尔伦德的审判之战,洛帅的老父亲也明显意识到了这一点,所以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从不敢看黄马的比赛,承受能力有限。 很明显,被架在火上淘的洛佩特级,只是一个挡箭牌而已,一个奇达类走了,薄切蒂洛,克洛普和孔帝都没醒来的替代品,一个菲罗走了,内马尔,穆巴佩,阿沙尔的,没买来的过渡气力时常堕着,这日子能好过吗?